第153集,我想做山賊 眼看著清晰來到河神寨已經有一段時間 現在數著手指頭也差不多過了一個星期 但是他還未找到辦法離開這個鬼地方 不過怎麼說都包食包住 這個大當家的也算是正人君子 一直沒有對他做過什麼越線的行為 而且大當家絕對是一個互短的人 對於上次清晰在一個寨裏 差點被其他人當成玩物來玩弄 大當家連想都不用想 就把那幾個兄弟處死了 殺雞儆猴,異儆孝友 在這段時間裏 清晰在河神寨裏沒有少跟他們找麻煩 到處搞破壞 但是每次大當家聽到兄弟跟他說 大夫人今天又搞出什麼花神 他卻是小小,一擺手 算了,任由他去吧 這個令到有意搞破壞的清晰 突然間就覺得沒意思了 也就不再搞事了 經常在寨裏面,有空就快發霉了 清晰就這樣經常悠悠閒閒 忽然有一天,他突然間就來慶祺 想起來,不如跟他們一起搶劫好了 這個做山賊的體驗 是會跟他日後行走江湖,積累經驗的 於是清晰就打定主意 打算跟河神寨的頭目 也就是大當家的,講一下情 讓他也出去玩番子 這時候,大當家和二當家兩個人 正在大廳裡說話 寬闖明亮的廳裡 就只有這兩個人,一起的談笑風生 除了平時遇到的一些事之外 他們說得最多的,不過就是清晰這個人 從清晰剛剛來,就知道陷害二當家開始 大當家就知道,這個女人不是尋常的人 門口的土匪見到清晰走過來 他們是認識的,公公敬敬地叫了一聲 大夫人,順勢就倒下頭了 裡面的人聽到外面的動靜 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 不約而同地就笑了 大哥,阿嫂來了吧 二當家的臉上,自然就是祝福的笑容 這幾天來,眼看著雲希 從之前的抗拒到現在開始融入這個地方 沒多久之後 她應該就是這裡真正的大夫人了 再叫我做大夫人,信不信我打嬰? 清晰狠狠地滾出她一眼 裡面的笑聲突然間就收住了,情況不妙 二當家還以為這個雲希就已經搞定了 沒想到她還是那個性格 可惜了大當家這麼喜歡她 而且又互短,又怎可能不是任由這個雲希胡鬧呢? 清晰在河神寨裡面,最頂不住的就是人家叫她大夫人了 她遲早都要離開這裡,不可以把這個稱號帶到江湖上面 如果這樣,她行走江湖,豈不是狐假虎威呢? 而且古代的女子很注重明星 清晰雖然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女性 但是對於明星亦都很在乎 怎麼可以容許人家亂叫呢? 她一個人就這樣走進去,只見大當家和二當家坐在一起 正在說什麼,她來的時候,兩個人都看著她 清晰找了一個,他們對面的位置坐下了 距離他們就有點遠了,她剛剛坐下 就有一個侍女走進來,捧上了一盞茶 清晰對這些茶就沒什麼興趣 就沒碰到她了,她直不勒地釘緊對面的大當家 這一點她又不知道應該怎麼開聲了 大當家就生得英俊瀟灑 眉眼之間帶著一抹鷹氣 面部明顯的輪廓就像人工雕瀟那樣 高挺的臂量和深碎的眼瞳 令大當家看起來有一種現代歐美混血的風範 她這陣子對著清晰就揚了眉 帶著一種攝人魂魄的誘惑力 吸引著清晰的目光 清晰趕快用手擋著 但是這隻手後面霸掌這麼大發臉 卻已經漲到紅了 這個大當家居然對著她拋眉眼在挑逗她 哈哈哈,阿嫂害羞 好吧 二當家就把雲熙的動作和神態變化看在眼裡 忍不住就在這裡笑她 清晰面色一沉 放下了自己的手 一面生氣爆爆的 對著二當家就怒喝了一聲 拉娜,誰是你嫂嫂 呃,這東西二當家就即時不敢出聲了 夫人,真性情,我喜歡 大當家那對魅惑眾生的雙眼 對著清晰又扔了眼神過去 還帶著十足的電力 大當家的聲是那種輕柔的 但是又帶著一些磁性 每說一句話 那把聲好像都想勾人心拍那樣 而且以她的獎相 如果是放在現代 恐怕就是大雄大子的當雄明星了 她這一種簡直就是上天造就的 一件完美的作品 只是可惜,這麼好的一副皮囊 怎麼會來做的山賊呢? 清晰在心裡不由得就覺得軟式了 清晰轉回頭,自言自語了 你喜歡跟我測試嗎? 不知道為什麼 儘管這個大當家顏值很高 性格也好 對清晰就捧在手裡就怕跌倒他 已經將他供起身感了 但是清晰一直對他不敢冒 一點好感都沒有 反而還有些排斥他 哎呀,都說我河神寨的大當家戶短 今天一見,果然如此 我就算見識到了 前陣子,二當家一直在外面做事 就沒有在個寨裡 等他回來的時候 這個寨都快要炸了 到處都是清晰的故事 但是無論清晰做了什麼 大當家都是相信他 令人很嫉妒 二弟,你是頂不住寂寞了 對嗎? 不如大哥和你找一個 像你嫂嫂這種 那樣的 哎呀,不了不了 小弟還想長多幾年命 而當家一聽 想都沒想就拒絕了 清晰這樣的女人 可以硬將他折磨死的 哎呀,今天來是有事嗎? 大當家直接問清晰了 雖然現在他們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 但是清晰心裡對他還是抵觸的 平日裡面也從來不會來找他 都是大當家主動去找清晰的 現在清晰親自來了 在外人看起來 可能就是他想通了 但是雖然僅僅是一個幾星期 大當家就已經摸清了雲氣的皮性 他這一番前例 肯定就是有事相求的 這一聲欺疑 令清晰聽起來 有點全身打冷震 這個令人好像被電親的魔音 凝繞在他耳朵旁邊 大當家,我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你可否答應 但說無妨 大當家算是個慷慨的人 直接就答應下來了 我… 說話到了嘴邊 清晰到有點口笨 不知道應該怎樣說出聲 唉…你不是想離開何神宅吧 而當家的說話 都不用經過大腦就說出來了 而當家的說話說出來的時候 他自己就下意識地掩住了嘴 這樣的說話 就算是真的 也都是慢慢可以說出來的 清晰眼神一亮了 心裡面在想 我夠想了 我很想離開這個鬼地方 但是…有什麼理由呢 慈慎王上 這個氣氛即時凝固了起來了 過了一會兒 清晰就打破僵局了 我… 清晰看著大當家 都不知道怎樣開聲好 唉…阿嫂你就直說吧 大哥會答應的吧 而當家一邊說 自己拿起杯茶就喝起來了 終於 清晰就鼓足了勇氣 我想做山茶 我想去搶劫 而當家都還沒吞下去的茶水 即時就噴出來了 這個雲晰的說話 的確嚇了他一跳 喔… 夫人怎麼會想到 想做山茶呢 大當家對清晰這句話 就很有興趣了 他一直知道 清晰估計是不喜歡山茶的 為什麼現在卻主動提出 要做山茶呢 阿嫂呀 你做什麼不好呀 做山茶 而當家的順勢 用自己的衣袖抹下水漬 剛才噴出來的茶水 把他的衣服都弄濕了 我整天都在這個河神寨裡 悶都悶死了 這個寨裡必有的地方 全部都去過了 我想出去玩呀 但是想來想去 這個荒山野嶺 又不知玩些什麼 都不如跟著你們一起去打劫吧 清晰就沒有絲毫隱瞞了 直接就講出自己的想法 還帶著一點點的不滿意 在這裡伸著 沒想到這兩個人一聽 都你看我我看你這樣笑出聲了 他們這樣是被清晰的說話引到笑的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記得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清晰等著跟你互動的 第一百五十四集 撿包袱 笑什麼呀 不准笑 清晰的態度就強硬了一點 故意扮得很生氣的樣子 阿嫂呀 你做山賊 不是很合適吧 而當家在清晰身上 上下這樣看了一番 這個柔柔弱弱的美貌女子 一看就是一個響清福的名 怎麼做得來她們這些事的 有什麼不合適 我的武功 說不是 還不算你們河神寨的兄弟 清晰一聽到這句話就不服氣了 而當家這樣就看不起她 而當家又在這裡笑她 阿嫂 你的武功這麼厲害 當日還不是被我們捕了回來 但是大當家的面色就不好看了 最近和雲希的相處 她都盡量不會提及 捉呀綁架這一類的字眼 怕雲希聽到就會有點難過 就不願意信從她 畢竟這個寨裡面的女人 誰不是逼於無奈留下的 試問誰正直連華的女子 會願意來到這個山卡拉做壓債夫人 土匪這個名詞 在這個朝代已經是貶義的一類 指的是一些專門做壞事的人 嫁給這樣的人 日子還可以安樂嗎 車 還不是因為你們偷襲我 如果不是你們一刀砍了我的馬 令我的馬受了驚 我至於被你們這麼狼狽地捉回來 沒想到清希卻一點都不在意 當初被捉回來她是有點生氣的 不過是因為還未可以切磋 就被狼狽地帶回來 看著清希就沒有受到一絲一毫的影響 大當家的喜的心總算放回來了 看來雲希已經融入了這個環境裡 相信沒多久自己就可以融入她心裡了吧 這樣啊 不如我和阿嫂切磋一下 而當家那天沒有可以和清希切磋一番 就順利地把她捉住了 有些遺憾 這個估計是他們最簡單的一次捉人了吧 好啊 來啊 面對著二當家的腰展 勝希就一點都不怕 她在個寨裡就太無聊了 又沒有人陪她練舞 誰又真的會對她動手呢 還不是是威威勢地裝模作樣嗎 哼她開心而已 這樣就令她覺得好無人了 胡鬧 但當家面色一尋 看著這兩個人 她主要還是緊緊地捉住二當家 雲希不懂事 她中著她就算了 但是她二弟也不懂事嗎 如果弄傷了雲希 她就非要等二弟撞板才行 二當家被大哥這樣渴 即時就收斂著自己的皮性 低低頭不出聲 真是無人的 清希就很不滿了 嘟著嘴好像很委屈那樣 但當家卻是讚開了笑容 在她看起來 雲希生氣爆爆的樣子 也是很可愛的 不如我給夫人一件事做 她暗暗地度了一下 都是有一件事 雲希是可以參與一下的 實際上只不過是被她跟著 又怎會真的被她受害呢 甚麼呀 快點說 清希對眼就放光了 好像自己即將就可以脫離 這個山卡拉的山寨了 我們河神寨除了打劫 還會壓錶的 夫人你認不認識 壓錶呀 清希在想著這個名字很熟悉 好似就是古代 幫人安全地運輸些東西 但當家看著雲希愁眉苦面的樣子 還以為她不懂 就跟她解釋 簡單來說 就是壓運貨物的 保證貨物安全抵達就可以了 而當家笑奇奇地對著清希說 哎呀嫂 你去做甚麼都差不多 這個還比較安全 不是呀 這句話有點奇怪了 清希就聽出了這句話的意思 感覺有點不對勁 甚麼叫我去做甚麼都差不多 清希是個有實力的人 而且他都不需要別人保護 他自己有武功的嘛 可以自己保護自己的 而當家就剛剛想說些甚麼 但當家有個手勢 而當家就不出聲了 那夫人明天就跟著二弟去壓錶 怎樣 其實無論清希去做甚麼 都會有人保護她 估計就是在個宅裡太無聊 想找些東西來玩 而且既然他有意去了解他們的工作 大當家都是求之不得來 這樣一來 清希就可以多多地體諒他們 好了 清希衣著嘴答應了下來 雖然有些不情不願 但怎麼說 他明天就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屈在這裡 真是悶死他了 二弟 明天壓錶 要多多地照顧好你嫂子 他要甚麼就給甚麼 不可以虧待了他 大當家轉頭 又交代著自己的二弟 明天需要注意的事 畢竟清希就只有一個 大當家還真是害怕 他會出甚麼意外 對了 小弟知道的了 一定會好好保護阿嫂 而當家答應下來 但是又有些不情願的 車 用鬼來保護阿 清希都沒有給他好面色 搞到他好像需要人家保護那樣 當日 清希要跟何神寨的二當家 一起去壓錶律 運送一批貨物 清希終於就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興奮到整晚都睡不著 他除了要出去之外 實際上是另有打算的 他不是真的想出去玩 而是他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逃跑 外面就不跟何神寨 畢竟何神寨是他們的地圖 但是到了外面 逃跑相對來說就容易一些 所以他就必須要握緊這個機會 清希的古靈精怪 大當家是看在眼裡的 如果不是 他怎可能一來就設計冤枉了二當家 其實清希的心根本就不可能在 這次出去大多數就是打算趁機逃跑 所以在臨出發之前 大當家的還是覺得有必要交代一下 這時候大當家正在大廳裡等著二當家 大哥,你找我有什麼事? 這時候已經準備出發了 二當家已經執拾妥檔 大哥命人過來找他 他一刻都不敢怠慢就過來 二弟,這次壓錶需要謹慎 大當家眼神一領 看著二弟,暗示著他 大哥,你看你 每次壓錶就這樣交代一句 我還說有什麼重要事 還特意找我過來 大哥,你就放心 小弟辦事絕對相信過 二當家就拍著心口 充滿了自信 二弟,你錯了 大哥要說的是你嫂子 大當家一面認真地說 皮笑肉不笑地 阿…嫂子? 二當家臉上帶著疑惑 為何又拉上嫂子? 你嫂子機靈古怪 恐怕會玩到你頭頭轉 你此行需要謹慎 不要讓你嫂子走掉 說不定他趕著出去解向門 是想逃跑 大當家很不容易 才遇到一個看得順眼的人 又怎可能這麼輕易地 就讓他走掉 喔…好啊好 小弟會注意的 而當家應了一聲 心裡也知道自己要份愛留心了 清晰故意在這裡早一早 來執拾自己的東西 要準備走路的話 要帶些東西真是多了 錢對於清晰來說 是一個必須的物品 自從他成為了河神寨的準大夫人之後 第二天他就盛氣靈人地 去把自己的東西拿回來了 裡面有一件衣服和一些銀兩 這些銀兩是他以後闖蕩江湖的本錢 沒有了這些東西 他自己也不知道會死在哪裡 這個河神寨的大當家 都算是慷慨的 知道用珠寶首飾來討他的歡心 清晰就不是他喜歡首飾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愛財的人 他就這樣一件一件收下 只要他給清晰就照單全收 外面的人就已經來吹了 說是現在就要準備出發了 叫侍女就進去吹清晰 大夫人 二當家叫你爽手一點 全世界都在外面等著你 清晰就連亡令翻轉身 擋住他身後的珠寶 你…你不要過來 這些珠寶是他的 不可以被人發現的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記得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清晰等著跟你互動 紅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